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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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浩南 上堂和大家分享了 有关敏仁三十六姓 对于琉球的影响 从而成为了其中一个 空手道起源的说法 今堂会和大家讲一讲 另一个说法 开始吧 故事由1392年 敏仁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之后 时间推进了十几年 当时琉球分为 北山国、中山国和南山国 是一个战乱的时代 去到1406年 有一位叫做尚巴治的案司 案司是指当时的贵族 是琉球的地方势力 上巴治见到中山王武陵 统治科部 暴君 率众要害人 于是就出兵击败了武陵 抢夺了中山国 到了1416年 再灭了北山国 去到1429年 灭了南山国 成功统一了三山 琉球国就是这样诞生的了 由于琉球经历了多年的战乱 所以上巴治统一之后 为了巩固政权 就定立了禁武的措施 直到上真王时代 琉球发展到最强盛的时期 但同时也有更大规模的禁武行动 全国兵器都要没收 集中存放在首里城 时间去到1609年 即是我们常看日剧看到的江户时代 当时位于九州西南部的薩摩帆 發兵侵略琉球 这次战争就称之为 慶祥琉球之役 由于琉球国 在1429年统一开始 一直都好像SIMCITY那样太平盛世 军事方面发展不多 连正规军队都没有 面对着薩摩帆的火枪兵 很快就棄胜投降 自此 琉球国就成为了薩摩帆的附庸国 薩摩帆对琉球实行禁武的措施 全国兵器没收 经历过200多年的禁武 琉球人为了反抗压迫 一直都有私底下合习中国权法 结合了琉球当地的武术 琉球手 慢慢就形成唐手 再之后演变成为凶手道 当时那些人为了避免薩摩帆 发现他们练武 会在耶兰人静的时间 或者没什么人的地方偷偷练习 功夫练得很好 如果对方有工具 都未必够练习 但是当时所有兵器都被人抹收了 所以琉球人就利用龙具 鱼具等等的日常用品 就当是兵器去练习以作智慧 例如 长棍 西 拐 拐 链刀 木掌 摺凳 等等 以上是另一个关于空手道来源的说法 大家可以当作故事一听 有关其他空手道的历史故事 下课再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吧 如果想继续和浩南在白带道场练习 大家记得Like和Subscribe这个Channel 我说 Knight 我自己在网友 3 15 2 3 4 5 5 7 10 5